听不懂人话是吧 你现在都滚出去 你确定不要我 我刚刚已经说了 不要 行 你记住你说的话 你可别后悔 后悔 就你这样的人 我还会后悔 这谁这是 这能力不大 脾气还不小呢 经理 你发这回活干啥呢 王姐 你不知道 刚刚那个人啊 真是太嚣张了 经理 刚刚那个是谁啊 他呀 就是一个应聘的 应聘的 这个应聘的 脾气也太大了吧 你不知道 他刚刚来的时候 鼻子还嚣张呢 刚刚啊 免事儿 你是没长手吗 今来不知道 敲门啊 一个面试的 这么嚣张 行行行 刚刚啊 是我态度不好 你啊 看一下我的简历啊 你想面试什么职位啊 我呀 本来想应聘咱们公司的副总裁 但是 我又想了想 我呀 还是从咱们公司的基层做起吧 我就先应聘个经理吧 我没听错吧 就你 还想面试经理 不合适 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啊 你连我的简历都还没看呢 我呀 不用看你的简历 我看你这个人就行了 我一看你这个人啊 就知道不合适 看我这个人 对不起 这我刚刚啊 态度确实有点不好 我也跟你道过歉了 你这怎么还针对起我来了 我针对你 我针对你干什么呀 我就感觉你这个人 个人能力不行啊 我能力不行 这你什么还没问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刚刚我说应聘咱们公司的副总裁 让你心里不舒服呀 对不起 是我刚刚啊 把话说得太满了 你呀 就按流程给我走 该面试面试 该问什么问什么 不是 你是面试官 还是我是面试官啊 我说你不合适 你就是不合适 这决定权啊 在我 这我不就是说了你举句吗 你这作为面试官 也太不合格了吧 如果是别的人 来咱们公司应聘的话 你也一口回绝 这咱们的公司啊 就没有新人加入了 一个公司的发展啊 离不开 其他血液的注入 那这个公司啊 直到要倒闭 这公司倒不倒闭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啊 就是一个应聘的 我说你不合适 你就是不合适 你啊 别想进这个公司啊 我进不进这个公司啊 不是你说的算啊 你是不是 嫉妒我的才华呀 是怕我进了这个公司 抢了你的分头 顶了你的位置 你也太自大了吧 你说这话 不感觉到可笑了吗 别说你今天面试不成功 你就算面试成功了 你也是在我的手底下办事 是龙啊 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 你得给我握着 我告诉你 只要你在这公司啊 你就得听我的 我凭什么敬你啊 行 你这话说的可真漂亮 你真是把你的权力 运用到淋淋尽致 我再回你一遍 你确定不用我是吧 我说了 不用 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赶紧给我滚出去 原来是这样啊 经理 这人也太嚣张了吧 谁说不是呢 我啊 都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行了行了 经理 别生气 给这点雷师弟啊 饭不着 经理 你看这个 这是给我的 那当然啊 王姐 这可不便宜啊 还是最新的色号呢 是啊 经理 我知道你喜欢 这样就给你送来了 王姐 你有心了 这样我就收下了 行行 经理 你喜欢就行 现在不生气了吗 我看见这个口红啊 现在心里啊 睡点好多了 呵呵 经理 那就好 你看看 我退休那个事 王姐 你看你啊 对我这么好 你就放心吧 你退休这个事 等过了年 马上给你安排 是吗 经理 那谢谢你 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忙去了 行 王姐 你先去忙吧 好好 这个口红啊 还真不错 哎 哎 你是谁啊 啊 你不是昨天那个应聘的吗 没错 我就是昨天那个应聘的 你啊被开除了 你是谁啊 你说开除就开除呀 我说你这个人不死心是吧 你又来干什么呀 我啊 我是来公司上班的 上班 上什么班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这种人啊 我们公司啊 是不会用的 是啊 你没听我没经理说吗 永远啊 不用你这种人 你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你啊被开除了 赶紧我走 经理 你看看他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嚣张啊 你说开除就开除啊 你说的算吗 我说的算不算 你啊 看看这个 就知道了 认定书 认定好帅为天龙集团的副总裁 吉日生效 看到了吧 这上面写的好帅啊 就是我 这上面还有我们公司的章呢 你怎么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呢 我怎么能 我昨天来的时候 你要是打开我的简历啊 好好的看看 就能看到 家庭成员父亲那一栏 写的是好天龙 好天龙 可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难道你是我们董事长的儿子 我本来啊 想用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啊 进入到咱们公司 没想到 遇见了你 连我的简历啊 都没看 就把我拒之门外 还羞辱了我一顿 你可真行啦 你呢 好总裁 这咱们呀 都是一家人 这昨天啊 是我有眼无助 你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好总裁 我昨天 还说我没经理来这儿 人家人一屁 别简历都不看这样的 好总裁 你看看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别开除我 怎么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这刚才 你还巴结他呢 啊 这现在知道我的官 比他大了 又开始巴结我来了 我告诉你 想让我放过你啊 不可能 像你这种强行丑丑啊 留在我们公司 也是个祸害 行啊 开除你的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你啊 赶紧给我走 行 我走 好总裁 来来 您坐 哎 行了 他走了 咱们俩上当账吗 好总裁 您看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咱们俩有什么账可算的呀 你这以后啊 就是我的上司了 我啊 就是你的下属 你让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像你这种人 我们公司啊 还敢用吗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啊 我们公司的名誉啊 才会被败坏 如果 这昨天啊 来的不是我 而是一个普通人 是不是 也被你居之名了呀 这咱们的公司啊 没有新人的加入 没有人才 那公司 怎么发生过大呀 好总裁 你看 这公司里面 不是还有我们这些老员工吗 你可真搞笑 有你在公司啊 这个公司 不倒闭 那就算好事了 好总裁 你说这话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在这给我装糊涂 听不懂是吧 行 我就简单明了的告诉你 你啊 被开除了 现在明白了吧 好总裁 就因为这点小事 开除我 这不至于吧 小事 在你眼里啊 是小事 可在我眼里啊 是关乎到咱们公司啊 生死成王的大事儿 好总裁 我知道 这件事啊 是我不对 你放心 这以后啊 我绝对不会再犯了 怎么 还想赖人不走啊 走不走 不走啊 我叫我啊 好总裁 不用不用 我自己走